赞美主 让我们能够一起在空中见面 我们继续来看 以基督为中心的国度观 我们记得在第一部里面 我们谈到关于神的国 是用主耶稣的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比喻 天国好像是什么 在第二部里面我们有十四课 这一部里面我们特别的来探讨 以弥撒亚的国度观 今天我们来到弥撒亚国度观 是怎样来到的 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的经文 记载在《但与里书》第2章44节到45节 当那猎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一国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结那一切果 这果必存到永远 你即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 从山而出 打碎金、银、铜、铁、泥 那就是自大的神 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 这梦准是这样 这讲觉也是确实的 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 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承认 我们当知道的其事 我们还是不知道 我们只能够从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求主借助你的至圣的真道 借助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丰富和智慧和知识 是何等的奇妙 你的判断是何等难测 你的踪迹是何其难寻 有谁能够知道你的心呢 有谁做过你的谋事呢 有谁是先给了你 使他后来偿还呢 我们感谢你 因为万有本于你 依靠你 也归于你 我们愿荣耀归给 我们至高的上帝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个问题 弥赛亚国度是如何来到 是逐渐来到地上 或是突然间碰一声来到地上呢 我们在这一部里面的 上一部的课程里面 这前面的两堂里面 我们从圣经 看见神在地上 将来会在地上建立这个千西年的国度 我们解决了一些关于是否神是否会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 我们从圣经的一些经节来探讨 而今天我们还是要来探讨这个弥赛亚国度里面的这个千西年观 因为我们知道在神学宴里面 或是基督教里面 我们对这个千西年观有千西年前 千西年后 或是无千西年观 总大来说 有这三种的看法 他也可以把它分成一个 因为无千西年观跟后千西年观是很一样的 差不多是一样的 就是说呢 相信地上的福音会管传 然后全世界被上帝的这个福音管传以后呢 神的国来到地上是逐渐性的 换句话 我们会看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来归顺主耶稣基督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呢 就是相信千西年过后 耶稣才会回来 所以把它称为叫做后千西年观 这种的观点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很乐观 相信福音能够完全的把全地不信主的人 都带进上帝的国度里面 所以相信 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掌权 借着祂的福音能够在全地管传的时候 每个国家都会慢慢的来归顺祂 所以这个叫做逐渐 或是一种乐观的 情形来看 另外一种呢 神学观呢 就是比较悲观的 就是说 上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 坏到一个程度 基督回来 借了来到地上做王 所以是应该从突然间碰来的 如果我们研究教会的历史 这两派的人 都会因作在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 就会比较多人相信哪一方 比如说 当世界太平的时候 福音馆传得很快的时候 有很多人归族的时候 大复兴来到的时候 国家与国家之间 然后经历一个很大的和平 然后呢 福音做了很大的工作 就很多人会相信这个叫 神的国会逐渐来到地上 可是当世界就像现在的疫情一样 征战多的时候 因为我们基督骑士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时候骑士才是几十年前 我们平安了这么多年 突然间又来到这些市庭的时候呢 人又会跑到另外一个 叫做千锡年牌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在教会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两个摇摆中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这个课程里面 帮助我们是从圣经的整合 来看这个摩世观 我们先不要带着我们自己的 心中的一把尺来看 神的国怎么来到地上 我想我个人给的这个答案呢 是逐渐性 与突然均丸性的整合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因为这是圣经讲的 就像 加文很强调 神的主权 亚敏尼念 强调人的自由 是同版的两面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这个末世的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怎么叫做逐渐 和突然之间的整合呢 因为我相信圣经有的东西 我们就应该行 看起来好像矛盾 在过去教会 这么多年来 要来解解这个矛盾 不是这一边 就是另外一边 难道两方面不能 棍虫的 可是我相信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整合 你会发现 如果照着圣经的解释 是应该主会在迁徙年 先回来 然后又经过迁徙年 然后才进入新天新地 这也就是一些传统解经的方法 就是按照字意来解经 我们很相信解析圣经是 已经解经 然后要用总原则来解经 因此我想跟弟兄姐妹来看这个图片 我们在上一课里面 有读到这个天国的比喻里面 天国好像一里戒菜种 有人把它种在田里 这原是白种里最小的 等到长大起来的时候 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却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要熟在它的枝上 我们知道一个树的长成 当然是逐渐性 可是我们也发现到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树 有中国树的人就知道 你树种子法在里面 你浇水浇了 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 要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动静 可是到最后突然间 在几个月里面 它就完全展成 所以这个比喻里面 给我们看见 主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 给我们看见一个逐渐性 我们逐渐性 我们通常我们会用 数学上来说 这个叫做 线性的增长 话就话说 是直线的 而不是指数性的 可是圣经也有很多的经文 就比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一样 讲到这个上帝的国 会来到一个引爆点 我们可以看见 但与里所看见的这个像 这个像里面 有金 银 铜 铁 代表了之前的四个国度 然后现在我们是半泥半铁的一个 一个国度里面 这些的国最终是非人手所找出来的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当然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 而这块石头是从山而出 而这种砸在它的脚下脚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突然间碰一声 整个世界的国 都要成为主基督永远的国 《骑士录》也是这么我们讲的 第七号的天使 第七个天使吹响第七号的时候 他说世界的国 要成为主基督永远的国 那是一种突然间 来到的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 耶稣 在讲这个 芥菜种的时候 他同样也用了说 如果我们的信心像这个芥菜种一样 我们可以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被挪去 所以没有一件是不可能做的事 其实耶稣 在这个 芥菜种的比喻里面要告诉我们就是说 一个很小的东西 可以最终带来一个很大的件事情 没有难成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引爆点的一个概念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上一部里面 我把这个芥菜 我把这个芥菜种的比喻 跟这个面教的比喻整合在一起 是一个君王性 爆炸性的能力 其实是从一个小到一个大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开始的时候只栽培了十二个门徒 可是十二个门徒被增 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引爆点 换句话说 一个从很小 可是确实能够来到一个很大的件事情 就像主耶稣一样 他说他就是那一粒麦子 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他仍旧是一粒 可是死了 他就要接出许多的子力来 所以在神的果这种概念 他其实是一个整合的概念 他有逐渐性 也有一种突然性的 换句话说 他说 也就是在就业里面先知 所讲 他要让你认识耶和华的荣耀 要偏满全地 就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所以在就业圣经里面 充满很多这些的经文 这个果 它在那个时候怎么样来到一个引爆点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有逐渐性的 可是最终会引爆这种的概念 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二节说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的殿的山必要疏离 超乎住山 高举过一万灵 万民都要归留这个山 所以 我们看到末后的日子 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做王的时候 他的山要高过一切的山 一切世界的都要被产平 而基督要在地上来做王 这个跟我们的整个的救恩论 也是一样的 我们是走在一个义人的道路上 是越走越明直到正午 我们是逐渐性的 也是到最后 有一个引爆点似的 所以呢 保罗在他的书信 也同样有讲这种的概念 他要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 就是基督身体的脚下 使他作为 使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 而教会使他的身体 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也逐渐性的 最终 全世界都要成为 耶稣基督永远所做的 所以在书信里面 在圣经里面 这两个概念 是很清楚的 在《帖上来的家》前书 特别在第五章里面 讲到那个日期 他说来得好像这样 突然间 就好像 他说人正说平静安稳的时候 祸患突然就临到他们 就好像惨难的富人 怀太阳 他们绝不能逃脱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逐渐性 又突然 灾祸要临到 旧约也同样讲到 比如说诗篇三十五篇八节说 愿灾祸临到他们身上 愿他们暗色的网络 缠住自己 愿他落在其中 遭祸灾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 无论是传道书也好 假如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好像鱼被恶网圈住 鸟被网抓住 祸患突然临到 所以也是一种碰一声 突然间神的锅 来到地上 不然主耶稣就不需要教导我们说 我们要警醒 等候主来的时候 他靠门的时候 我们马上跟他开门 主人来看到我们有警醒的人 我们是有福的人 而主人是三更天来 我三更天来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他突然间会来到的 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 是一种弥赛亚降临的一个引爆点 这个引爆点里面 也会 我们在言经的时候 你们发觉 有圣经用了两个字 来形容时间 在旧约用Zeman 就是周而复始的 F就是突破的 在新约呢 Kairos就是那突破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Kairos 是周而复始的 所以连圣经所用的原文里面 如果我们研究圣经 这两个概念 是一个整合的概念 比如说 在加拉太书 第四章诗节 即使时候满足 神就拆他的儿子 这个满足时候呢 他用的是Kairos 周而复始 我就是没有一个时间接触 神从永恒中 泄入这个时间接里面 然后呢 在以赴所书 讲到末后的时候呢 他说照着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呢 那边所用的是 又是Kairos 是突然间的 但是是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要在耶稣 基督里面 同归一役 所以从圣经 很多很多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主来的时间 他怎么来到 是一个 两方面的整合 逐渐性 然后到最终是一个 指数性 来到一个 引爆点的 方式 神的国 是这样 来到的 我们 会在以后呢 在这一系列里面 我们会展开 这个幕后 我们把它称为了 丹尼里 七十个七里面 它七个印 七号 七丸 他怎么 整个来到 一个引爆点 我们会展开 可是我想要 跟弟兄姐妹讲的 圣经 以后我们也会看到 很多的经文 在幕后的日子的时候 很多事情发生 要很快很快 用指数性的 有上国 我们西课成的 就明白 我们常常讲 这个引爆点的概念 是在这幕后的日子 那个时候 日头要变黑暗 月亮要变成雪 这些都是 耶和华 大而可畏的日子 未到一日前 来到引爆点的时候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 你发现 连耶稣所讲的 比喻里面 他讲到 同理的比喻里面 他说 同理要提着灯 说代表当时 一个很黑暗 是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 可是在这个时候 同时 无论很多处的经文 都在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 是圣灵的 春雨的教官 所以我们在讲到 末世的时候 我们会谈到 春雨 秋雨是 使徒行传 那一次 第一次的 圣灵的降临 收割的时候 要需要春雨 春雨就给我们看见 上帝的人 要大大的 来浇灌 在地上 那个时候 圣灵 大大的浇灌的时候 同时 这个世界是黑暗 遮盖大地的 换句话 我们会看到一个 善跟恶的冲突 会来到一个引爆点 我们以后会花 至少一两步的时间 来谈七印 跟七号 跟七网 因为里面的 内容 极其丰富 也是对我们 这个时代里面的人 要明白 是很重要的 而这个七印 七号 七网 我上期有讲过的 是顺序性 带来的一个引爆点 不是一个概括 或是一个 重塑性的 一个引爆点 今天如果你看过 烟花的人 你就明白 当我们看过烟花 在演戏的时候 巨大的火箭 被 跑到空中的时候 造成巨大的火球 可是当它落到地上 又突然 爆成许多种 不同的颜色的火球 所以如果你用 那种的概念 来明白 七印 七号 七万的时候 你发现 圣经 六十六件书里面 它是前后呼应的 我们必须要 以经解经 以种原则 来解经 因为我们相信 这个末世的发生 上帝的整个主权 还是在掌管的 就是洪水泛滥 耶和华 还是坐坐为王 连那个四个骑马的 白马 红马 黑马 灰马 都是天使 要说来 他才跟他来的 连地基督 要显现的时候 他的时间 都是掌握在 上帝的手里的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接下来要看 这个 这个弥赛亚的国度 是怎么来到地上的 我们必须要对 整个的犹太人 我们知道 上次已经讲过的 他 现在来到祭司 他圣殿一没有的时候 就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 去圣殿还有的时候 祭司长老那时候 他们是 以色列的领袖 所以当时 在这个 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 看这个凶恶 天父的比翼 和 这个比翼里面 和了两个儿子的比翼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有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会来说明 我们今天 所要讲的一个 主要的主题 为什么 基督这两次来 他第二次来 他是又突然 会来到 为什么 整个弥赛亚国度 在这个教会时期里面 他是被隐藏的 我们如果读 马太福音 第21章的时候 我们发觉 当时祭司长 他们就挑战了 耶稣的教导的权柄 当时耶稣在圣殿里面 教导的时候 他们就挑战他 所以他在 他们问他说 你是站着什么权柄 来做这些事 你这些权柄 是谁给你的 可是耶稣没有 直接回答他们 他反而要问他们 回问他一句话 主是很有智慧的 他说如果你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就告诉你 我站着什么权柄 来做这些事 他 问了耶 耶稣就问他说 耶汉的洗礼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间来的 他们知道 他 从天上来的 突然间都有出问题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都很尊敬 人民都很尊敬 耶汉为先知 如果他们说 耶汉是先知 是从天上来的 那 耶稣问 为什么你们不拼 听他们 所以他们就不回答他 所以耶稣说 我也不回答你 可是这个最后 耶稣就 讲了这两个比喻 最终使到犹太人 要把他杀了 而这两个比喻里面 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葡萄宴里面去做工 他叫两个儿子 对大儿子说 可是大儿子说 我不去 可是以后呢 后要回了 就去了 而对那个小儿子 也是这样说 可是他回答说 父我去 可是最终是 没有去的 这边耶稣当然 用了这个比喻来告诉 犹太人说 那个小儿子 就是他们 他们有神的诫命 他们却不遵从 他们说 去 可是最终不遵行 上帝的诫命 而那些税利跟仓基 导幸而悔改 他就像大儿子一样 他就讲 说不去 他们不认识 这个神的诫命 可是最终他们 还是去了 最后他在讲这个 关于这个凶恶 填富的比喻的时候 当然那些犹太人 法利赛人 他们就气坏了 因为其实这个比喻 他们听得懂的 这边那个比喻里面 家族当然是代表上帝 他摘了一个葡萄盐 葡萄盐代表的就是以色列 周围圈了鱼巴 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 盖了一座楼 租给盐护 盐护呢 当然就是代表 这个犹太宗教的领袖 他就到外国去了 可是收果子的时候 他打发捕人 这些捕人是代表 历代以来上帝 所拆派来的中心的先知 到盐护那里去收果子 盐护拿住那个捕人 打了一个 当然打了一个 就是耶利米拉 杀了一个 所指的就是世袭遗憾 再用势头打死了一个 其他的先知 不是打了 就是杀了 主人 后来就打发了别的捕人区的时候 比先前更多 盐护还是照样 这样待他们 后来他打发了自己的儿子 就是耶稣基督了 来到地上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他们比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盐护 就是这些法利塞人 他看见神的儿子来的时候 就闭着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把他杀了 占了他的产业 他们就拿住他 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盐主回来的时候 你想他是怎样来 处置这些 关西法这些 犹太人的 这些的法利塞人的 他们说 要下毒手 出灭那些恶人 将那葡萄园令诸给那 暗石交国子 暗石交国子的 当然就是外邦的信徒了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 一件很重要的事 带你来在马太福音 第21章42节 到44节 所以要讲的一件事情 耶稣 说 经上写作 将人所弃的石头 因为 耶稣就是 犹太人 他所弃的 他已经做了 防脚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他在 我们眼中看为西齐 他说 这经文 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 他就告诉他的百姓 说好 所以我告诉你们 神的国 必从你们 夺去 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 换句话说 神的国本来是给这些犹太人的 都要把他夺回来 然后给谁呢 那能借国子的百姓 就是外邦的信徒 然后特别特别的注意 我在这里 在我的PPT上 我把它放成那个青色跟红色 也就是 我要来总结 今天的这个重点里面 青色的经文 它说 水掉在这个石头上 必要跌水 这石头 掉在水的身上 只要将水 砸得洗烂 这边给我们看见 君王跟祭司的整合 也就是基督第一次来 和第二次来 所要 讲的 所以呢 这边给我们看见 耶稣 就是那一块 绊脚的石头 别人的 磐石 在 这边 所讲的 这位耶稣 其实stumbling 换句话说 在就业里面 早就有这样的 预言 这个预言 就是这样 比如说在诗篇 118篇 22节 他说 将人所去的石头 已经成了 反脚的那一块石头 这是 耶和华所做的 在 我们眼中 看为稀奇 为什么看为稀奇呢 因为这个石头 要成为 外邦人的 绊脚石 所以呢 我们还记得吗 在 以撒亚书28章13节 我们在西里面 常常用的经文 神的话对他们来说 这边一点 那边一点 智力破碎的 所以呢 他们 半叠在这个石头上呢 就是向前扑倒 然后在 以撒亚书28章13节 26节 他这么说 所以主耶和华如子说 看啊 我在西安 犯了一块石头 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 的石头 是稳固的根基 宝贵的繁角石 信靠他人 必不着急 所以 在石头行传 四章八节 到十二节 彼得也同样 讲过这句话 他说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知名的官府啊 和长老啊 善若 今日因为在 长纪的人身上 所行的善事 查问我们 是怎么得了意志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人 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 面前的人 得意志 是因为他们 所钉的十字架 神叫他 从死里复活 拿杀了人 耶稣基督的名 而他是你们 将人所去的石头 已经成了 繁角石的块的石头 因为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 再也没有 靠着别的名 我们可以得救 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 就是讲到 耶稣基督 就是这一块 绊脚的石头 别人的庞石 他在讲 神的主权的时候 他讲说 姚将难道 没有权柄 从一团里面 哪一块 做贵重的器皿 又哪一块 做卑贱的器皿 坦若神 要显明他的愤怒 真选他的权能 有多多的忍耐 旷有那 可怒一辈 遭毁坏的器皿 又要将他 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那蒙连续 遭毁坏的荣耀的器皿上 这器皿就是 神所造的 不但从犹太人当中 也从外邦人中 这有什么不可能 所以上帝因为 犹太人记忆了 这个恩典 就要临到外邦人 所以这边 他说就要像在神 在和西亚树说的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要成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现在要成为蒙爱的 从前什么地方 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现在你们要成为 我们永生生的儿子 所以 上帝 这座耶稣基督 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 可是最终神还是为他们 存了一种 使到他们到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们以色列家 可以得救 所以他居然在西安安放了一个 绊脚的石头 蝶人的磐石信靠他人就不至于羞愧 所以呢 在这边给我们看见 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是蝶人的磐石 可是他再来的时候 他这个石头 要把一切不幸的人都磐的磐石 所以 这边给我们看见 许多人比在启动半跌而跌碎 而陷入网络跟残住 他第一次来 可是他第二次来 他确实要把那些不幸的人 完全磐的磐石 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二节说 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 像四围猎般的鸣 成为令人昏醉的碑 这末世要灵 要是论到犹大 那日我必使 有耶路撒冷 向那积极攻击他的万民 作为一块重的石头 凡举起来的 必受重伤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 耶和华 以主耶稣基督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就像那把人砸得稀烂的 那个石头 所以弥赛亚再来时 一定要打碎灭结 那一切的果 如同姚将的瓦器摔碎一样 圣经 无论是在诗篇 或是在启示录 都讲到很多关于这个图片 就是基督在来的时候 列国 如何完全被他 赐负 因为那 因为列国要围困起来 来围攻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使列国成为一个昏罪的碑 然后 那个时候 耶路撒冷的居民 依靠万经耶和华的神 就成为他们的力量 就成为他们的破层者 以后我们会谈这个破层者 这个概念 然后呢 我们发觉 就像是主说 我已经西安 立了我的君 那受高主说 我传圣旨 因为 他要对他儿子说 我今天生你 我今天生你 只求父说 父就将列国赐为他的基业 将地籍赐他为田蝉 他要用铁杖打破他们 并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 这是整个诗篇第二篇里面 所讲的 他说 单纯敬畏耶和华 单纯占尽而快乐 当以罪亲子 恐怕他发怒 他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愤怒快要发作 凡投靠他的 都是有福的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 顺经多出的经文 讲到基督的国 弥撒亚的国度的降临 他不只是逐渐性的 最终他是会突然间 完全碰一声 来到世上的 我们一起的来看 今天我们有三个 应用的属灵的原则 让我们从今天的这一课里面 我们学习 第一个属灵的功课 就是身为官民之子 我们要警醒 谨守 而不要像世人那样 日子领导我们 像贼一样 这是贴撒罗的家前书 前面十一节 保罗向贴撒罗的家人 所讲的 因为那时候贴撒罗的家人 不知道主的日子 是会怎样的 所以他们 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 他们是光明之子 他们不是黑夜之子 世界的人不知道主 要怎样来到 可是我们上这些课程 就是要来预备我们自己 来能够来警醒 警守 不要让这个主的日子 领导我们就像贼一样 因为这些领导贼的是 那些睡了的人 睡了的人是在夜间里睡 睡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但我们这属服是白昼的 我们就应当警守 把性望爱 当作护心静遮凶 把得救和盼望 当作头盔戴上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那是预定我们借助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得救 所以他已经替我们死 叫我们无论是醒着或是睡着 都以他同活 所以我们是光明之子 我们要明白圣经 圣经在整个圣经里面 是很清晰的告诉我们 主的国度是怎样来到的 这也是第二部里面 我们所要讲的 第二个属灵的功课 就是我们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我们不要把它盖在沙土上 因为如果我们盖在沙土上 当整个世界在局变的时候 就好像风吹水冲雨淋的时候 房子要倒塌 而且要倒塌的很厉害 而我们要把房子盖在 这个磐石上 就是听了上帝的道 又去遵行的人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听道 又是行道的人 一个主的门徒是爱主的 所以耶和一书五章三节说 我们若遵守神的劫命 这就是爱他的 而且他的劫命不是难守的 我们要记得 我们听道 一定要行道 然后最后 我们要心中第三个属灵的原则 我们要来检查我们自己 你发现主耶稣基督 讲到他再来的时候 他用的这个比喻里面 他在告诉我们 坚决地告诉我们 我们以主 是一个 我们跟主耶稣是主跟仆人的关系呢 还是用家主 和贼的关系呢 今天你是自己做主 还是神 耶稣基督是你的主 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那里 给我们看见这个图片 他说我们 这些信主的人 我们好像仆人在等候主人回来一样 他要从婚宴的宴席回来的时候 当他扣门的时候 我们立刻给他开门的时候 这个主人来的时候 他看见我们这些救仆人的警醒 我们就有福了 他要叫我们作息 他自己树上带 而前来 适合我们 所以呢 不仁是天天盼望主的回来 我们警醒等候 即使跟他开门 可是另外一种的关系呢 是家族跟贼的关系 家族和贼的关系呢 在三十九节家族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 他就必然警醒 就不用贼挖透房屋 所以他们因为不知道主来 对他们来说就好像贼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祸患突然间临到 就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 他们总不能逃脱 所以我们知道 事情会来到最终的引爆点 最终我们是预备好来迎接主呢 我们对主在来的事情上 我们是否知道呢 他是或二根天来或是三根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们求主祝福 每一个听见神的道 也让我们可以反思 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这三个的问题 让我们明白 主来的日子 我们是光明之子 我们应该能够洞察 这时代的趋势 我们不要像世人那样 那日子领导他们像贼一样 也让我们的关系 跟主不是一种宗教性的关系 很多人以为去教会 去崇拜 他就是得救了 不一定 宗教不能救你 可是新娘跟新郎的关系 能够救我们 如果他是你所盼望来的新郎 那我们是大有盼望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更加要谨慎自首 来帮助我们 来迎接这个主的再来 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 将你的宝贵的话语 赐给我们 主啊 我们知道 若没有圣灵 若没有你圣灵的光照 我们是看不懂你的圣经的 因为你的预言 从来不能够随着人的私意而解说的 乃是人受了圣灵的感动 将上帝的话写下来 主啊 你的话语是前呼后应的 你的话语从不落空的 出于神的话 每一句不带着能力 出于你的话语 每一句不会受到应证 虽然天地都要废去 可是你的话 一点一花都不被废去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真的能够来查考 宣读耶和华的书 让这都无一切少 无一没有办 因为你的口已经吩咐 你的灵将你的话语积极的时候 主啊 你就给我们 对你的话语的认识 来到一个引爆点 能够来明白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你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你祝福每一个听见神的道 又去遵行的人 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 宝贵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